拆欄杆 撤保安 還我公民廣場 拆欄杆 撤保安 還我公民廣場 還香港人 表達自由 拆欄杆 撤保安 還我公民廣場 還我公民廣場 拆欄杆 撤欄杆 撤保安 還我公民廣場 還我公民廣場 拆欄杆 撤保安 還我公民廣場 還我公民廣場 撤欄杆 撤保安 還我公民廣場 還我公民廣場 拆欄杆 撤保安 还我公民广场 拆欄杆 撤保安 还我公民广场 拆欄杆 撤保安 还我公民广场 拆欄杆 撤保安 還我公民廣場 還香港人 公民廣場 表達自由 還香港人 公民廣場 表達自由 拆欄杆 切保安 還我公民廣場 還我公民廣場 拆欄杆 切保安 還我公民廣場 拆欄杆 切保安 還我公民廣場 拆欄杆 切保安 還我公民廣場 各位傳媒朋友 我們今日幾位立法會議員 都是來到公民廣場 這裏要求政府 還回香港人 我們在公民廣場裏表達 我們聲音的權利 按照我手上這份 所謂使用天馬政府 總部東疫前提的條件 的指引 我們正在觸犯這個指引 因為如果在法院判決之前 一直以來判決 都是說 所謂林鄭月娥的開放的時間 就不是現在這個時間 她平日是不開放的 她是要去到間日她規定的時間來開放 不僅如此 甚至她是限制住入來的標語 是什麼 也都限制住申請人 究竟是集會的性質 以及怎樣來使用這個地方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當初政府總部啟用的時候 根本我們就是可以很自由地使用這個公民廣場 我們有多少的集會都是用這裏來使用的 稍後我們給一些機會 我們每位議員都可以講講大家的訴求 我們這件事現在是很可惜的 就是在我身後面 這個棋桿呢 原本下面有一個棋台 這個台呢 本來就是很多人是想去發現的地方 但是政府 我們再三問她在這裡做些什麼工程呢 之前就做一個花槽 現在呢 如果你運一些 就是航拍或者上面放下來 就做一個下面一個地座 那樣的 就不知道去搞哪裏 聽聞也是要搞花槽 那我們不希望呢 就是這個地方繼續在這裡做到重門森所 是不給人入的 那我不如給大家多點時間去那邊 我那邊先 我那邊先行 大家 昨天那個高等法院的判詞其實就很清楚 高等法院就說 香港政府在這個公民廣場所設立的一些規定 是完全沒有法理基礎 亦都是按了一個錯的原則去制定的 那是完全違反了基本法底下 賦予給香港人的結社自由 和這個表達自由 集會自由這一點是絕對不能夠隨便是剝削 那但是呢 那區政府制定它這個所謂的管理措施的時候 是完全妄顧了香港人的基本權利 那所以呢 這一個公民廣場法庭呢 法庭呢 是說得很清楚 一定要是重新開放 就算政府要制定一些新的措施呢 都不必需要按照香港人的基本權利呢 才行的 那所以我們今天呢 香港政府說得很清楚 就是判詞裏面所說的要求 我們希望它盡快做到 亦都是一個合乎憲法和合乎法律的一個原則 多謝 再進一步補充呢 既然歐官在判詞裏面 是這麼毋毋保留和清晰地作出這個判決 其實特區政府是沒有任何的理由再去回避的 那所以今天我們這麼多位 我們要求他拆欄杆 亦都不應該再有任何的限制 是容許市民進來呢 其實這個 我亦都相信是符合歐官 在判詞裏面的精神 我亦都促請政府呢 不要上訴 因為既然這個是牽涉到公民的權利 表達自由 那更加是應該 那區政府是應該尊重 和完全配合 這樣才稱得上 是尊重法治和尊重法庭的判決的 民主黨在林鄭上台的時候 我們已經跟她說 希望她在施政報告那裡快點公開 就說要開放這個公民廣場 那我們要求她開放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口號就是拆欄杆 不應該有這麼多保安或者有警察在 阻止市民來使用這個公民廣場 向政府表達他們的不滿或者要請願的 但是最後林鄭的所謂管治新風格 就只是開放了週末 才被人可以使用這裡 還要申請 就是她不反對你 才可以使用的 這個真是 這個所謂管治新風其實就不伸得去哪裡 我們看到這些圍欄啊 禁止人使用公民廣場 是梁振英年代 一個最醜惡 最反民主的一個象徵來的 如果林鄭是想著有管治新風格 就應該徹徹底底的 跟現在中心法院的判決 上訴庭的判決 就是全面開放這個公民廣場 門上開這個概念 我們不可能週末才開 所以我們覺得 民主黨很希望政府快點 拆這個欄杆 我們聽到政府是用行政處說 他們是負責管理這個廣場 有車輛要在這裡出入 所以平日是不方便開放 但是我們覺得 這個所謂管理主義 不可能比憲法大 不可以侵犯公民的表達自由 所以民主黨希望快點開放這個廣場 好 基本法第27條 講得很清楚 保障我們香港人的言論 新聞集會的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和權利 當法庭有一個裁決很清楚 說我們政府透過一些不合理的行政措施 而違憲的話 這個是可大可小 林鄭月娥不應該上訴 林鄭月娥更加不應該 就說現在我們要求她不上訴 批評她做出一個違憲 甚至要求她就這件事 是向商學三恥 又或者是要坐牢的人士 是作出道歉 不要死我撐犯蓋 很清楚法庭的裁決 是講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再一次告訴政府 香港小憲法 基本法 清楚界定 人民和政府的權力關係 我們的權利與義務 當政府自己 本身透過行政措施去侵犯我們的權利的話 政府就要盡快 果然換切 撥亂反正 我想重申一點就是 除了特區政府 除了要盡快 去作出補救措施 去撤除所有違憲的行政命令 他亦都要認錯 過去是他 錯解基本法和人權法 去訂立了這個所謂的 Permission Scheme 這個是違憲的 他不單止要和曾經參與重奪公民廣場 要承受法律責任的受害者道歉 他要向全港市民道歉 因為他錯誤的理解的行政措施 的違憲的行政措施 是剝奪了香港人過去的這段日子 幾年的時間 使用公民廣場 去和平示威集會的權力 所以 真是不要死我撐犯蓋 不要轉移視線 說我們不清楚法律 說我們不熟悉香港的法例 我們不是要追究法官 不是說判得對還是錯 而是說政府當初的決定是錯 是要認錯和道歉 有一點要和大家講得清楚一些 我們現在在這裏 就說測試 是除了測試之外 我們是示威是抗議的 因為如果講測試的話 我理解一下行政署之前和我講得很清楚 就是官員 議員 和職員 以及新聞界 就可以隨便出入的 大家全部有證 但我們現在 自己在這裏 出入我們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你見保安都不會趕我們 問題是有沒有示威的自由 而如果大家不記得帶記者證 去質疑你的身份 我們最緊要是講 還香港人 表達自由 這塊地是官地 是公共空間 你現在這樣圍著是違憲的 大家看清楚 如果你欄杆 一時間還沒拆得 堵住 你下了的閘 你看那個閘 那些鎖 你看那些鎖 連鎖都不肯開 有沒有搞錯 我們要這樣繞個圈 我們應該可以直接走進來 這個政府完全不知所謂 特別政府和林鄭月娥 如果真是尊重 和重視法政的裁決的話 它不單止要儘快 還原我們公民廣場 好像以前那樣 是讓我們市民大眾 是可以隨時隨地 可以入到這裏 表達我們的意見 發表我們的言論 除了之外 更加好像陳子全議員所講 是要向我們全港市民道歉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不單止違憲違法之外 你是踐踏了我們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就是我們基本的自由的 發表言論的權利 這是最重要的 大家知道我們香港一直以來 最賴以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就是我們的言論集會 的自由 的權利 但是竟然間 你這個公民廣場 本來就是一個地方 就是原先 就是構思 就給我們表達這件事的 但是你呢 做了違憲違法 剪立的一個措施出來 所以我覺得呢 你不單止要儘快去還原它 你更加是要向我們全港市民道歉 如果使得你對這件事件呢 你遺憾 不是就這樣 簡單簡單 就這樣去拆掉就算了 這個我覺得你是不能夠重視 和尊重發電的裁擊的 是呀 今天那六個字呢 我很喜歡的 就是拆欄杆 撤保安 其實特區政府呢 是連殖民地都不如的 殖民地的時候的政府總部呢 是沒有欄杆的 可以直接去到那個門口的 那什麼時候開始有欄杆呢 由董建華開始 特區政府呢 在四任特首呢 已經是兩次的了 兩次這樣呢 圍到政府總部 加這些滑蛇添足的欄杆 以為呢 是可以保護到自己 其實一個有信心的政府 真是要保護自己 或者取信於人民的唯一的方法 就是開放 打開道門 不要怕人 那現在呢 我很希望林鄭月娥明白 公民廣場 是對於香港市民 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的地方 這裡 在很多市民的心目中 它的言論自由 集合自由 絕對是和香港所有的公共空間是一樣的 不會呢 走進來這裡呢 就有些口號 不喊得黑 有些標語 不拿得進來的 如果 它繼續 要和我們 在這裡玩東西 又寫一些新的歸例出來 是限制香港市民的任何的集會 言論 表達自由的話 它其實是拿石頭 摘自己的腳 這個敏感 也是充滿政治意義的地方 我想呢 如果它不想激起新一輪的抗爭的話呢 馬上 撤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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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不太同意朱凱迪議員 我覺得應該加一些鐵絲網 而且千萬不要切保安 因為很多人沒有工作 我希望他們加薪 這些保安加薪 不要再外判 用最低工資 我覺得我現在同意朱凱迪 這裏的確是一個很重要政治的意義 一個象徵性來的 這裏是政府總部 政府總部外面 是要圍著欄杆 最好加上鐵絲網 就充分表達到這個政府的虛欠 和它不得民心 一個完全沒有信心的政府 才要將人民拒之於千里之外 它害怕嘛 這個這麼重要的象徵意義 我每一次走我都很生氣 我們要繼續保持著這種路火 這個象徵要一直落印在我們每個市民的心裏面 這個就是高高在上 完全不是以市民的福祉為依歸的政府 我希望它呢 首先要設的就是 外判制 將保安的人員的薪酬增加 再加上鐵絲網 令到我們對於一望過來 就不寒而栗 而且是火都黏了那隻 楊香我補充一句 我覺得是有人已經報了警 即是警車來是閃光燈的 第二呢 我在這裡親眼看著 是有軍裝警察 是向我們這邊拍照的 也都很坦白和大家說 我是考慮過 好不好請民間團體和我們一起的今天 但是我又考慮到 議員和新聞界呢 就一定有權進來 但是他說他是業主 他一日未改規例 就說如果是限集人等呢 他認為香港人是 進來呢 我不知道會有些什麼的司法效果 那我就後果 或者說 我就有些擔心 就不想撼市民於不義 但是你說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受到拳制會自我約束的情況 我們有郭家琪醫生 還沒說 大家還記得呢 當政府搬來這個新政府總部的時候 是講門常開 就不是後面那座那個 穿了個洞那個政府總部的建築物 其實是講的是這個地方 因為當時呢 董建華呢 是將西域的政府總部 即是當年封了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是不能夠接受 可惜 六八九做了之後呢 林鄭呢 去到今天 執迷不明 如果那個判決出了來 林鄭政府仍然呢 是沒有將公民廣場呢 是 將銀杆拿走 和給市民用呢 其實她是藐視了凡院 也都是 將 香港人 用公帑做的政府總部呢 是一再破壞 門常開呢 是所有官員應該要做的 一個最基本的 態度和精神 不過林鄭呢 是絕對五倍的 所以要撤呢 就應該撤林鄭 就不是撤保安的 那應該將這個 不是香港人選出來的特首呢 撤了她 那由一人一票選特首 撤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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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希望他可以透過這個案件 將公衣得以彰顯 將公民廣場還給人民 我希望政府能夠聆聽這次法院的判決 立即作出指引上的修訂 很希望能夠做到這一點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